那一瞬间 霍骨思如遭累积 不只是被扑面而来的杀意所震慑 而且还有在那一张俊秀面孔的凝视之下 手中恶食电锯所传来的惊骇 那是从未曾有过的恐怖体验 当他从每周遗迹中开掘出这一柄炼锯之后 便已经情不自尽地被电锯中所蕴藏的无尽饥渴和争鸣所感染 沉醉在耳边不断响起的泥喃中 日渐苍老和诡异 纵然因堕落被人唾弃和鄙夷 可这一份力量却是无法用任何语言去诋毁的强大和狂暴 和炼锯血脉相连的他早已经成为了深渊的恶兽 以血为食 如同共生那样 他为炼锯提供血食 炼锯就为他提供力量 可如今 他却从炼锯不断波动的凶恶原质中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惊恐 就好像隔着那一张染血的面孔 窥见了比自己更加猙獰和疯狂的本质 被沉浸在黑暗深处的恶意和来自更高维度的烈食者所注视着 瑟瑟发抖 他错愕的后退 眨了一下眼 不可置信 试图重新看清楚那个渐渐模糊的人影 可瞬间的黑暗过后 怀尸的笑脸 便已经浮现在眼前 如此清晰 如此冷酷 近在咫尺 端详着他扭曲的面孔 微笑 你在 看什么 当着霍古斯的面 他抬起了手掌 五指握紧 铁青色的皮肤透露出了一丝丝心红 就好像被烧红的铁那样 挥拳 鼓手轰鸣 霍古斯下意识的想要将电锯挡在面前 可手还没有来得及抬起来 就感觉眼前一黑 好像被一辆狂奔的卡车正面撞击那样 倒飞而出 怀尸的手臂上 肌肉爆裂 又再度迅速修复 破碎的皮肤重新弥合 只有一丝丝血色的雾气升腾而起 怀尸踏前 自破碎的岩石中 霍古斯尖叫 挣扎地爬出 可紧接着就感觉到身不由己的向上升起 因为有一只手掌已经捏在了他的脑门上 整个将他从地上拔了起来 就好像拔了一颗萝卜 五指缓缓收紧 颅骨在剧痛中哀鸣 在结灰和死毒的灌注之下 霍古斯颠狂尖叫 胡乱地挥舞着炼锯 毫无章法的反抗 可紧接着尖叫就变成了嘶吼 因为在炼锯之上 无数血管突兀的延伸出来 霉入了他的躯壳中 疯狂地抽取着他的血肉 发出轰鸣 夹杂着金属和骨骼的炼锯疯狂地运转起来 一只只眼睛从炼锯的背脊上浮现 遍布血丝 毫无规律地看着四周 最后死死地落在了怀尸的身上 霍古斯的整个人都变成了惨白 毫无血色 因为鲜血已经变作了鲜红的气焰 从炼锯之上燃起 恶食炼锯轰鸣中横扫 和愤怒之斧碰撞在一处 火花飞泵 吃 吃 我要 吃 半空中 霍古斯整个人都好像蜘蛛一样的胡乱扭动起来 不顾颈椎断裂的声音 从怀尸的桎梯中挣脱而出 他落在地上 手足并用地匍匐爬行着 速度飞快 融为一体的恶食炼锯钻进了他的骨骼里 将他整个手臂都融入了炼锯之中 石狮鬼已经被这一把凶恶的边境遗物所侵蚀 形成了非人的争鸣怪物 向着怀尸嘶哑的咆哮 好像这样就能够将敌人吓退一样 回答他的是斩落的斧刃 随着附魔手套的摩擦 原制制变形成的灰暗电光就附着其上 在怀尸的跳劈之中迸发赫赫雷鸣 自轰鸣中 飞转的链条崩裂出一道道缝隙 细碎的骨骗飞剑 霍骨丝奋不顾身地抱住了斧刃 抬起融入右臂的链锯 向着怀尸的面孔劈下 斧刃在瞬间消散 祭祀刀横辉 死死地歇入了旋转的利刃之间 紧接着 美德之剑抬起 向前劈斩 势如破竹地撕裂了霍骨丝的胸腔 剖开一个巨大的裂口 恶臭的血浆飞泵 畸形的身体倒飞而出 可紧接着 他胸前的裂口中就浮现出无数牙齿 畸形的内脏如肠蛇一般从裂口中甩出 他的整个胸腔都已经变成了饥渴的大嘴 霉入了身体的链锯化作了非速旋转的牙齿 残缺的身体猛然撑起 再度向着怀尸扑过来 癫狂捕食 怀尸后撤了一步 手中的雷光斧润灵巧地划了一个弧度 抬起 迎着飞扑过来的怪物披下 颅骨破碎的清脆声音响起 紧接着 电光扩散 令恶石炼锯所寄生的躯壳发出麻痹的惨叫声 随着怀尸挥手 祭祀刀死死地 跌入了霍骨斯胸前的大口之中 疯狂地抽取着一切血气 化为刀身上华丽的浮雕与晶石 血肉枯朽 美德之剑道迟 抬起 刺落 彻底贯穿了怪物的脊椎 厄石炼锯发出了一声尖锐的惨叫 无数眼瞳分崩离析 在剑刃上那一线微光的诛纱之下迎来破灭 最后的那一瞬间 霍骨斯的破碎面孔艰难的扬起 歪斜的双眼死死地盯着怀尸 饱含着怨毒和恐惧 你究竟 是什么东西 正义的使者 怀尸默然地抽出剑刃 碾碎了意识最后的残痕 原质溃散 电锯石诗鬼迎来了灭亡 在死寂之中 他环顾着四周 面无表情地问 还有吗 草木之下的阴影摇动着 无人回应 没有的话 我就走了 怀尸吃笑了一声 收剑入鞘 转身走向了白马 阴影蠕动了一下 似是愤怒 可当怀尸回头来看的时候 又像是金弓之鸟那样缩回了黑暗里 怀尸摇了摇头 弯腰 借着潺潺的溪流洗掉了脸上的血迹 牵起了白马的缰绳 继续往前 在临走之前 爱情似是无意地回头 瞥了一眼地上昏迷的琥珀 他们离去了 许久 许久 在草木的阴影中 一个脸色苍白的男人才缓缓地爬了出来 摘下了嘴角的引界呼吸器之后 剧烈地喘息起来 汉流加倍 刚刚差一点 就要被杀掉了 他妈的 四亿 四亿给你 你有命花吗 男人低头看了一眼手机上催促的信息 不愤的催了一口 打电话将把这个任务发给自己的中介一顿臭骂之后 挂掉了电话 依旧余计未消 可很快 看着四周散落的那些东西 眼睛又亮了起来 蚊子在小也是肉 总不至于白跑一趟 将那些死掉的人身上的装备扒光之后 他又回转过来 看向地上昏迷的少女 搓了搓手 忍不住吞了口一口吐沫 呼吸急促了起来 我猜你一定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本应该昏迷的李健琥珀忽然翻起了眼睛 平静地看着他 我建议 你把那个大胆的想法收起来 然后 把手里的东西放在地上 男人愣了一下 抱起东西 转身就跑 枪声轰鸣 他倒地 琥珀面无表情地收起了一柄装饰华丽的碎发枪 从地上起身 慢条丝里地将那些装备从地上捡起来 堆到了一起 回头看向自己的便当盒时 只看到被踩碎的残骸 还有落进了泥里的饭团 给我珍惜食物啊 混账 他看向怀尸离去的方向 切而不打一处来 电话的声音从他口袋里响起 喂 局长 对 我已经倒了 而且差点死掉 琥珀歪头 点燃了烟卷 无奈地抱怨道 这种只会得罪人的差事 为什么要让我来啊 临时工不就是做这个的吗 电话里的大表哥没良心地笑了起来 况且要是三姐去的话味道不就完全变了吗 思来想去果然还是你最合适了 琥珀叹息一声谈了谈烟灰 得罪人我倒是不怕了但有用吗 暗示这种东西给倒了就行说的太多反而弱人画饼 那个小姑娘那么聪明 一定会明白吧 谁知道呢 琥珀耸奸 是啊 谁知道呢 短暂沉默之后 朱红尘忍不住叹息 希望那个年轻人不会有事吧 回头又要被玄鸟老头儿骂我插手天文会的事情了 这事半得真不值当 琥珀没有接他的话茬 只是抽着烟 静静地看着怀师他们逃亡的方向 忽然问 你觉得他真的会放弃吗 大表哥没有回答 谁都知道答案 但谁都不想看到这样的结果 到最后 朱红尘只能一声叹息 辛苦你了 琥珀 临时工不就是干这个的吗 琥珀一脸咸鱼地抽着烟 摇头叹息 但还是好挫败啊 为了对付罗贤费尽苦心琢磨出的绝招 没有派上过用场就算了 连怀师都打不过 这事到真得没天理了 局长 可以看在我心灵受创的份儿上给可怜的小琥珀掌一掌工资吗 呃 通报表扬 号召大家学习你的先进事迹可不可以 当我没说 琥珀撇了撇嘴 美好妻儿地挂断了电话 静静地把烟抽完 踩灭 收起了捡来的那些战利品 转身准备离去 可是走着走着 却忍不住回头向身后看一眼 不知道是羡慕还是怜悯 加油吧 王子殿下 他轻声呢喃 留给你的时间 真的不多了 今日一更 抱歉 胃实在太难受了